口味上都還可以嗎? 沒有到... 很好吃 也好,我是偷到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晴美這裡 然後我身後這個地方是全國大飯店 只不過我住台中這麼久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一家的餐廳啦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進去吃吃看 全國大飯店的自助餐 看它表現是如何呢? 那我們一起進去吧 GO! 賺英文 芬 tries 你不在asing兒 你不再吃地方 我�몸你這裡 你的手 你不決心 溫這裡 你的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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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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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排骨好吗 还有凤爪 好 现在时间到 那还有其他烧麦吗 我看一下干杯烧麦好了 谢谢 谢谢 各位啊 刚刚他们也有桌边餐车耶 他推了一整车的烧麦过来 让我们自己选耶 这感觉很有吃茶楼的味道 那首先 先用生鱼片当开胃菜 在吃之前 我们要先把 生鱼片好朋友 哇沙比酱油 准备好了 它这个芥末感觉有点干耶 不太好搬 它这个芥末是跟我们平常在掉虾场吃到芥末感觉几乎一模一样 那我们先吃吃看 红色的生鱼片 感觉还蛮新鲜耶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鱼啊 我翻上去好了 哦 谢谢 金花鱼烧麵 谢谢你 各位有知道的 可以跟我说一下是什么鱼吗 这都很新鲜耶 比我之前去大直吃的那个自助餐好太多了 嗯 好吃 这海鲜的香味充斥在我口腔里面 鲦鱼生鱼片 哦 这海鲜的如此新鲜呢 可以耶 那我们先来吃烧麦吧 首先我们来吃这个凤尾虾烧麦 给你们看一下 它真的是包一只虾子在烧麦里面 好酱喔 好酱喔 虽然说这个烧麦真的是鲜肉很好吃啊 怎么会它鲜肉包裹了虾子之后 怎么感觉不到有虾子存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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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有片鸭秀 好像要开始耶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ok 各位 各位我剛剛也去拿了兩份燒鴨捲 它其中一份是包含鴨子的尾椎那一塊 就特別有特別香的那個肉 他沒有把它丟掉才太可惜了 我們先吃一般瘦肉的鴨肉捲 好啦,那這次我們來吃肥瘦雙拼的這一塊 這時候這個口感 咬下鴨屁股的瞬間 它爆出那個鴨油 它滋潤了你的口腔還有味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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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的家店菜菜都已經到這裡了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再做家店 謝謝你 好的,謝謝你 我們繼續把這蒸籠系列的東西吃完了 喔 完了 干貝燒賣 它這個干貝燒賣吃起來反而比剛剛的 鳳梅家燒賣還更有蝦味耶 而且我很明確吃到有蝦肉的口感 這個比較好吃耶 還有經典的珍珠丸子 沒有什麼感覺 嗯 我是覺得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居然有 校園鳳螺耶 OK啦,鳳螺直接吃起來啊 嗯? 嗯? 怎麼感覺這道吃起來就 十分的普通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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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吃粉增排骨 啊 嗯? 是感覺到它的排骨應該是有腥腌過 它才拿去蒸的啊 可是吃起來就是 算很中規中矩的口味 我們先來吃吃看鳳爪吧 我們先來吃吃看避風糖炒蟹吧 各位這個螃蟹好肥喔 看我把螃蟹咬開後 它這裡面是滿滿的肉耶 接下來吃 給你們看一下 大白蝦 各位啊 不知道是不是剛剛的螃蟹實在太驚艷了 所以這個白蝦吃起來很沒感覺耶 它這個炸蝦連殼帶肉一起吃 可能我平常都是吃活蝦啦 所以吃到這個我反而就覺得還好 那我們現在一次來吃這個魚香肥腸還有鳳梨古老肉吧 我發現它這邊的熱炒都有個特點就是說 肉只有一點點 豬菜非常的多 味道跟糖素排骨還有口感香味一模一樣 接下來在這裡吃魚香肥腸 我來夾一塊肥腸配茄子 它這個肥腸它有醃過 所以口味有點重 可是它這個茄子是中和肥腸的調味 整體來說 它這個肥腸讓茄子好吃起來 它這個肥腸讓茄子好吃起來 再一次一下 精華焗燒餅 它這個燒餅裡面有包含一些火腿 應該是精華火腿吧 可是吃起來整體我是吃不太到火腿的味道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剛剛在自助吧拿的東西吧 我現在吃一下炸鮭魚 我現在吃一下炸鮭魚 它這個魚應該是炸得太久了 所以吃起來有點又油又乾耶 牛腩 我現在來吃炸鮭魚 怎麼 不然我們再吃一下清蒸魚肉 海鮮這種料理本身有新鮮 就很好吃耶 然後他現場這邊也有蒜濃白蝦耶 哇 好吃耶 蝦子外殼那些沾醬才是精華 他這做的蒜濃好吃很多耶 還不錯耶 吃蝦子就是要樹他上面的醬 嗯 我覺得比起這個沙拉來說 我還是比較喜歡剛剛的鴨屁股耶 一般的這種烤鴨真的是肉質都還蠻乾的 欸欸不好意思 對我想要點菜 我本來也吃青蒸魚肉 他又不要吃我們的船隻 因為他是山菜的 沒有沒有 我不喜歡吃青蒸 我們再去看看他自助吧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好了 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可以吃個小肉 我會讓他吃一個小肉 就好看 一個小肉 OK啦各位 我剛剛點的料理應該是都上來了啦 吃港點這種東西就是我覺得 還是要多找一些朋友來吃啦 不然像我們一個邊緣人的話 真的我剛吃完一輪之後 我看著菜單竟然會不知道 我該點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吃一個已經正在衰老的料理 這種油炸的東西就是它一出爐就馬上吃了 不然它的美味會隨著時間一起慢慢的流失 感覺就是一個很一般的炸雞腿而已 等等它這個炸雞不是關鍵 你們看一下沾醬 我真的發覺吃這種點心類的東西 它的醬才是本體啊 要多沾一點 它這個油條裡面包著蝦子耶 好好吃喔 你原本會覺得是一個很乏味的油條沾醬而已 可是它裡面的鮮蝦 讓你為之驚豔耶 OK啦 插歐醬牛肉丁 它這個醃製過的牛肉塊 它還是用熱油去炸出來的感覺 好吃耶 它這個肉十分軟嫩耶 再吃鳳梨蝦球 各位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肉與蔬菜的比例就是要這樣子 這才是最完美的黃金比例耶 我覺得它比起外面熱炒店的鳳梨蝦球 它格外有多種鮮味 那我們來吃一下冷盤區的料理吧 泰式小捲 我覺得品質都很優位 我們再吃一下 醉蝦 它這個醉蝦感覺吃起來也沒有什麼味道了 對真的沒有味道 我跟你講你做最後加點 喜歡加點什麼餐點嗎 最後加點嘛 請給我避風塘梭子蟹 還有百花油條 謝謝你 它品口味上都還可以嗎 除了海鮮之外的東西 都 沒有到 很好吃 就是它自助爸的東西那一排啊 真的是 什麼肉類的都不好吃 都海鮮是好吃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你幫我避風塘梭子蟹 那你幫我避風塘梭子蟹 放著 哦 呵呵 這會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那就是幫你加點縮紙線跟百花油條 謝謝 那你麻煩你了 好 謝謝你 好了各位 現在他們在15分鐘就要休息了 我們趕快把東西吃一吃吧 焦麻油肌 OK啦各位 這盤是海瓜子 還有生魚片的 先吃吃看 海瓜子 哦 它這個海瓜子非常的清爽耶 它不像我們外面炒 那個炒店 大多都是用三杯去炒 可是它這個是用青眼 還有黑胡椒去拌炒出來的 所以整體是吃到海瓜子 它本身的香氣耶 但這是因為這種簡單的調味 反而會襯托出食材的新鮮啊 那這個生魚片的地方 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蘿蔔絲啊 我很喜歡吃這種蘿蔔絲 沾芥末醬油 清爽的口感真棒啊 好啦吃完了 我們現在用餐時間 還剩10分鐘結束啊 感覺 綽綽有餘喔 吃完 剛剛小時候我爸做的味道 幾乎一模一樣耶 各位啊 這才是真正 這個會酸會辣的酸辣湯耶 這個有正統耶 哎呦我剛剛點的 茶歐 茶歐醬百花油條做好了 他這家的港式料理真的是很OK耶 就是這一個 很好吃耶 那我們菜這部分都到齊了 是 謝謝 是謝謝 還會發現這是我們現在的種類的 欸欸欸你好 欸你好你好 是啊 口味肉類可能是比較 不是味道 肉質問題嗎 品質 吃起來感覺是比較 沒有那麼好的 那是那個那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口味是那個 你們老闆買的肉品質沒有到那麼好 港式料理就是真的 非常的 不錯耶 有有有有有大部分 有 你是 欸 他媽啊 你懂 我沒有 我們裡面有人有有班助你們 好 是哦 慢慢講 謝謝你 各位 各位 整體來說 我哪裡覺得 不錯哪裡或不好 我就真的老實跟他講 可是誰知道他真的把主廚請出來 我真的嚇死了 整體來說 他現場的自助吧 他的料理味道我都覺得算很不錯 但是弄食這部分我相信應該是他們老闆那方面 所給的成本壓力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說面面俱到 總脫有特別的 只要再來一點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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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性 老闆 好好吃喔 我剛剛還有點了一份甜點啊 軟綿綿的 像布丁一樣 咬下去有滿滿的椰漿香味 這嘴巴也散開來了 好啦那我們再去吃一點他現場的冰淇淋好了 這個時候他坐上的這個盤子終於有用了 好 我已經很努力的挖出這兩球冰淇淋了 你來吃吃這個抹茶冰淇淋啊 我現在感覺好舒服 用甜點來做一個完美結尾 好舒服啊 那等等我們就出去外面做個結尾吧 OK啊各位我現在已經回到我今天下他民宿這裡了 今天平日晚上我們去吃一餐980元加10%服務費的自助餐還有港式料理吃到飽 我覺得所有的食材還有他料理的功夫他都符合這個價位所提供的標準 至於這種水準的高低如何衡量就是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評分的標準 尤其是在台中是七期這種都會區可以免費停車又可以吃東西 你在台中可能平常的一般市區你一個餐廳有個停車場大家覺得很正常 可是在這種地段他能提供給你免費停車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值回票價的地方 但今天吃的這港式料理今天唯一一道菜就是他的酸辣湯 他不會像台灣的一些酸辣湯就是可能有一些豬血還有筍絲有的沒的 但整體喝起來就是一個鍋芡的蔬菜湯 但是匪夷所思的是大家喝到一個不酸又不辣的湯都覺得他就是酸辣湯 有的話請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今天這個飯店的水準他跟台北大直的那個自助餐是同價位 但是他每一樣的料理水準都比台北那間好太多了 但如果你今天問我說我未來還會再去吃嗎 我答案是肯定的 這些港式料理我相信你們來吃的話 你們也會喜歡的 但是建議真的不要一個人來吃 那等一下我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了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谢谢大家